不好是打扰的 我是阿苏珍再见 拜拜 学长这位神助攻果然出手了 在他看来 两个小家伙试探来试探去的太过幼稚 连他这个局外人都有点抓马了 果然杭家一出手 原本还想逃避的小白同学 瞬间被猝一逼退 可脑袋里却控制不住 回忆起俩人的点点滴滴 当然大部分都是安医生对他的好 对他的付出 不怕 其实你对我来说只是病患 也许我心里已经有这个人 我有事 所以我不是 别人害怕的事情 自己永远把客服来放 没有人来办法聊 你都永远贴得不得起 这个东西拿走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 他妈妈 他先那个 想到你还听得到 有事打给我 我对你的感觉 跟你对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不对 也许直到这一刻 他才明白自己想要的 想抓住的人都是静寻安 他不想把这个人推给别人 不愿分享 不愿放手 终于想明白的小呆瓜 赶紧转身 正好遇见追来的安医生 两个人都急忙解释 你跟我说 学长不是这种点 什么意思 学长不是这种 你不是最在意他吗 安医生迷茫了 学长又不是事了 这小孩的心思太难懂了 之前说 你的喜欢和我的喜欢不一样 是假的 我对你是一样的 一样 嗯 我不会这么意思 小白突如其来的表白 让安医生瞬间懵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和付出 被别人的一句话 就这么轻易的肯定或否定 他要的其实很简单 他愿意给小白时间去考虑 可他不愿自己的感情被轻视 被这么轻易对待 明明昨天小白 还威胁他不要谈感情 否则连朋友都做不成 结果转天 他又跑来和自己说喜欢 我跟你就是 病患跟医生的关系很亲 所以平常吃吃喝喝聊聊天 什么都很好 只是 只是我们就这样 为什么他能这么轻易草率地 决定别人的生死 明明感情应该被珍视 被慎重对待 小白也觉得 他对不起安医生 他不是不明白 俩人的暧昧感情 只是他不敢接受 也不敢付出 他怕自己投入感情 却害了对方 他所珍视的东西都已失去 如今他宁愿不曾拥有 也好过再次受伤 然而 他低估了 他对安医生的感情 这不是说 放手就能放手的事 看见安医生和学长 亲热他整个人都麻了 心脏更是撕裂般的疼痛 可是现在他知道错了 于是 小白同学知错能改 开启道歉模式 只是他还不太拿手 一条信息发了杉杉了发 安医生也不打扰 就这么美滋滋的 看着小家伙在那鼓掌 当然 安医生也不能闲着 他要先给小白的姐姐 也就是自己的学姐 打个预防针 免得他家小孩到时候被打 他要把炮果 先引到自己身上 果然 学姐炸了 请你让我跟白狼交往吧 也是 白狼毕业 什么 你告诉我 跟谁在一起 白狼 你弟 我的患者